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谢彦斌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3月20日至22日 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俄罗斯之行 是习近平主席继续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 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大国 中俄两国元首互动牵动着世界目光 此方有何重要性和特殊性 在热点难点问题上 对外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 中俄关系发展将对地区和世界产生合众影响 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陈玉荣进行解读 陈老师您好 您好 本次出访是习近平主席继续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 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外交开篇之作 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习近平主席指出 此次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是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在您看来此访有哪些重要性和特殊性 这次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有着重要的时间节点意义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习近平主席连任国家主席之后的首次出访 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组成之后的第一部外交开篇之作 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是非常突出的 另外习主席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访问 从中国双边的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 因为是在当前 中俄两个国家属于重要的发展阶段 同时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 中俄两国元首面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沟通 对中俄未来关系进行战略引领 所以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习主席说他此次莫斯科之行是有益之旅 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我的理解就是这一次确确实实 习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 进一步增进了中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讲国之交贼民相亲 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俄罗斯这次高度重视习主席的访问 可以看到普通民众举着国旗 在家道欢迎习主席 那都是自发的 同时从机场到城里面 都是用中文和俄文标准的欢迎牌 据说这在此前是没有的 这个友谊之旅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 另外是合作之旅 那么这一次中俄两国元首 对未来的中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指引 对各领域的合作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 所以这个合作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和平之旅 我觉得这一次也是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是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的这背景下 习主席在这个俄罗斯发表了署名文章 同时呢又在和普京总统的商人会谈中 谈到了劝和促谈的中方 以政治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观点 所以呢这一次的访问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此访期间中俄元首签署并发表两份联合声明 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和部署 双方达成共识要拓展信息技术数字经济 农业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 推进传统贸易和新兴领域合作互为补充同步发展 您认为这些具体的务实合作安排 将如何影响中俄关系发展以及地区经济发展 可以说上述这些安排 特别是体现在商边联合声明的这些文件 为这个中俄关系今后的长远发展 我们说两国关系的行稳致远 进行了一个新的规划 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 全面敞开 有助于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迈入新阶段 踏上新台阶 我们看到在这些联合声明中 中俄两国元首都特别强调了 中俄这个关系 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要高质量发展 那么高质量发展 我们知道现在的中俄关系 已经是处于一种高水平的运行状态 特别是两国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入 我们已经中国连续13年 作为俄罗斯的对大贸易伙伴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 中俄贸易额突破了1900亿美元的环口 同时2023年有望实现了2000亿美元 但是尽管是这样 两国的经济领域的优势互补的潜力 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 而且又是在现在这种全球经济复苏 压力增大的这种情况下 把中俄的这种 扩大中俄经贸合作的规模 然后保持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 这个实现两国在务实领域的合作的深入 务力发展确切实实进行了很重要的规划 进行了重要的语言指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文件特别强调 就是为了两国的长期自主发展 扩大两国的经贸规模 需要在经贸领域加深合作 实现优化两国的贸易结构 创新合作模式 特别是在这些具体的领域 比如说要巩固全方位的 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在这个金融领域进行探讨 比如说提升中俄贸易本币 结算它的比重 而且在互联互通领域加强合作 改善营商环境 优化贸易结构 都为中俄地方合作 注入了新的动能 我们也看到 中俄地方合作 越来越在中俄经贸合作中 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 此访期间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并发表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在联合声明中 俄方积极评价中方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欢迎中方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积极作用 您认为中方立场对于推动政治解决危机 可以发挥何重作用 中方的立场就是实现 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实现这个劝和促谈 这是我们的核心立场 那么这次习主席访问俄罗斯 在俄罗斯发表署名文章 可以说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提供了正能量 特别是呢 我们习主席谈得非常坦诚 普京总统呢也积极地回应了中方的立场 也说这个赞赏中国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然后呢认真研究了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文件 同时呢表示对这个谈判和谈 然后持开放的态度 一年之前本来乌克兰危机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了 但是中间出现了这个欺负 其中就是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各方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认识 存在不足 那么中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从乌克兰危机到现在的一年多来 始终坚持和平的方式解决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主席 同西方的国家领导人都进行了沟通 希望以和平对话的方式尽早解决乌克兰危机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中国 再一次重申中国的这个建设性立场 那么对乌克兰危机走出困境 早日实现和平 确实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西方可以说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了这种 拥货交游的这个角色 乌克兰危机之所以这个延荡升级一年多来 都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 坚持冷战思维 单天主义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 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 不断的向乌克兰输入各种 不断升级各种武器装备 使这个战场呢 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 大量的无辜的这个平民失去生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单天主义霸权主义 集团政治 他的对地区国际和平稳定 有了极大的这个毒害性 所以呢我们是坚决反对 这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而反对呢这种单边制裁解决危机 就是以常密管辖单边制裁 并不能解决危机 而且相反还为呢 这个乌克兰危机 带来了新的困难 新的难题 通过中国的这个积极努力 劝和粗谈 能够感觉到 确实感觉到 也将世界阵营 中方在推动世界和平 维护地区稳定方面 发挥着正能量作用 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那么中俄两国也是 共同携手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所以中方的一些立场观念 立刻得到了俄方的积极响应 我们注意到 中俄在联合声明中指出 两国关系具有不集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很多国家也看到 中俄携手对于世界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以及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意义 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 仍不断炒作中俄不断走进 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您如何看待中俄合作 及其国际影响 关于中俄关系 习主席有这样的阐述 中俄关系有了清晰的历史逻辑 而且中俄关系可以说是当今 作为案例会常人与国 世界主要大国 在维护地区和平当中 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应该说具有示范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关系中俄互为两大邻国 中俄呢就是秉持 世代友好 和平相处 合作共赢的理念 发展两国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 而且呢通过这种中俄的这种对话 合作不仅仅使这个中俄两国人民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实际上中俄这种和平相处 合作共赢的这个理念 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 它呢也是有力的维护了地区和世界的稳定 或者说是世界稳定的重要支撑因素 但是西方不顾这个客观现实 而且呢抱着冷战思维 或者说带着冷战思维的眼镜 看待中俄关系 诋毁抹黑中俄关系 所以这样我觉得还是对中俄关系的 这样这种这种理由论 或者说对于一些舆论呢 应该说是别有应心的 恶意重上中俄关系 实际上仍然是这种冷战思维 集团政治单边主义 霸情主义的充分点现和显露 那么它实际上这种单边主义 集团政治这种思维是落后于失败的 它不符合于就是当今我们说的 和平合作发展的这个历史潮流 那么必将被历史所拖起 2013年3月23日 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发表演讲时 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今年是该理念提出10周年 我们注意到此访期间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俄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关键节点 您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 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 也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随后习主席又提出了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这三个倡议实际上体现了中国 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一个思路 或者说是中国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的提出了中国方案 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地区冲突 局部冲突 此起彼伏 热点问题 频发 与此同时呢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挑战叠加 世界经济的复苏非常乏力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实际上它涉及到整个国际社会 它的发展 整个国际社会 它的生存环境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习主席提出了这个新的理念 新的思想确切实实 为解决这个当今的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提出了中国的方案 那么中国的方案 它核心内容就是 大家要和平相处 习主席提出的这个中国方案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国际安全 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 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安全需要 接手共同努力 因为今天世界各国 越来越感觉到 大家生活在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一个地球村 所以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统和赞誉 同时呢 中国的这个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包括我们这个三个倡议 也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回应 或者说中俄两国在这个国际层面 在国际问题上有的相近和共同的立场 所以呢 习主席提出了这个 人力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 俄罗斯和中国呢 是两国积极互动 然后携手合作 也像习主席说的 说中俄作为这个安理会常人理事大国 作为两个世界主要大国 中俄责务庞贷应该共同努力引导推动 全球治理朝着复合国际社会 期待方向发展 推动保健人民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俄罗斯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又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 二十国集团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 和多边机制的成员国 在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时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俄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 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在您看来 中俄应如何发挥大国引领作用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 中俄全面占领协作伙伴关系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体现在两国在国际层面的这种互动 沟通和密切合作上 那么中俄就是秉持了合作共赢的理念 发展两国关系 同时在两国关系的基础上 也推动携手 推动了地区合作 推动了多边机制的一些建立和发展 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军专机制 而且中国俄罗斯还在其他的二十国机制 多边舞台上进行密切的互动合作 实际上中俄两国在推动国际安全 推动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发展繁荣过程中 发挥了一种正能量的作用 正是因为中俄两国的一种密切合作 所以我们看到上海组织 还有金砖得到了迅速的扩展和发展 但就是说中国两国奉行的这种理念 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许认可 所以他们还参加 实际上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两国 其实是在通过这种密切的携手合作 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 推动建立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好的 谢谢陈老师的专业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